上呼吸道感染呢 大部分朋友呢 就是在7到10天左右 就可以自己痊愈 那么如果感染的症状比较重 或者说是免疫力低下的患者 或者是老人 小孩或者孕产妇 这种身体比较弱的 那么上呼吸道感染 如果不及时休息 不及时治疗 那么是有可能发展成 下呼吸道感染的 那么如果您过了一周的时间 觉得咳嗽越来越重 或者还是有间断的发烧 甚至一直发烧 那么建议大家 及早去医院就诊 看看有没有发展到肺炎 或者支气管炎 这段时间就会发展到肺炎 怎么样 就会发展到肺炎 有没有发展到肺炎 那么大部分 也有没有发展到肺炎 但是不能在肺炎 很大部分 我会发展到肺炎